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撒姆尔记下第23章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耶稀的儿子大卫德居高位 是雅各神所告的 做以色列的每隔者说 耶和华德林借着我说 他的话在我口中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磐石小玉我说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职掌权柄 他必向日出的晨光 如无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 使地发生嫩草 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 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这约凡世间我 关乎我的一切救恩 我一切所向往的 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但匪类都必向荆棘被丢弃 人不敢用手拿他 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 终究他必被火焚烧 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 他格门人 约瑟巴赦 又称伊斯尼人雅底诺 他是军长的统领 一时击杀了八百人 其次是雅和人朵朵的儿子 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 聚集要打仗 以色列人迎着上去 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 向非利士人骂政 其中有以利亚撒 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 直到手臂疲乏 手粘住刀把 那日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盛 证明在以利亚撒后头 专夺财物 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 沙玛 一日 非利士人聚集成群 在一块斩满红豆的田里 证明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沙玛却站在那田间 吉沙非利士人 救护了那田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盛 收割的时候 有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 亚杜兰动建大卫 非利士的军兵在立法因古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 非利士人的房营在伯利亨 大卫可想说 圣愿有人将伯利横城门旁 金利的水打来给我喝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银盘 从伯利横城门旁的金利打水 拿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 说耶和华啊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 我断不敢喝 如此大卫不肯喝 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喜卢亚的儿子 约亚的兄弟雅比塞 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 是最尊贵的 所以做他们的首领 杀了一个狮子 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 埃及人手里拿着枪 比拿亚只拿着棍子 下去 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尖他杀死 这是耶和耶大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所行的事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士 大卫士都尊贵 大卫力他做副卫长 三十个勇士里有 约亚的兄弟 约亚的兄弟 亚撒黑 伯利亨人 多多的儿子 伊勒哈南 哈利人 沙玛 哈利人 以利加 帕勒提人 西利斯 提哥亚人 一级的儿子 伊拉 亚拿图人 雅比乙穴 富山人 米本乃 亚和人 沙门 尼陀法人 马哈利 尼陀法人 巴拿的儿子 西利 遍亚民族 基比亚人 利拜的儿子 伊太 比拉顿人 比拿亚 加石西人 西太 伯亚拉巴人 雅比雅本 巴鲁米人 雅斯马夫 沙本人 伊利亚哈巴 雅善儿子 中的约 哈拉人 哈拉人 沙玛 哈拉人 沙拉的儿子 亚西安 马加人 雅哈拜的儿子 伊利法列 西罗人 雅西多 雅西多 福的儿子 伊莲 加密人 西斯来 雅巴人 帕来 索巴人 拿单的儿子 伊家 家的人 巴尼 雅门 人 喜乐 比路人 拿哈拉 赐给 喜卢雅 等儿子 约 雅 拿兵器 的 以 铁 人 以 拉 以 铁 人 加 利 赫 人 乌 利 雅 共有 三十七人 今天的读经 就到这里 结束了 下次 记得 还要收听 圣经 好好听 哟 拜拜